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最近大家都在關注 金正恩的女兒曝光了 其實這對北韓來說是非常罕見的 那你也知道 其實金正恩是一個很會 透過媒體營造自己的形象 還有刷存在感的一位北韓領導人 這次他女兒曝光到底用意為何 而且不是被偷拍 他們是被官媒曝光的 金正恩去視察 而且視察的是洲際彈道導彈 那麼這一次 不但是正面公開金正恩的長相 甚至透過這個照片 你會覺得金正恩是不是在營造出 他也是一位慈父好爸爸 你看到他的女兒 是手勾著手 勾著這個爸爸金正恩的手 有專家認為 這是不是代表他很有可能 以後是金正恩接班人 當然他現在年紀還小 現在幾歲 好帶大家來了解他到底是誰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南韓的市中研究所的 北韓研究中心的主任 鄭成長他就開始分析了 他說這個照片上的 應該是金正恩的二女兒 他叫做金珠愛 他是2012年出生 現在應該是10歲 那麼他認為 未來如果我們繼續觀察 金珠愛跟金正恩 如果越來越長出現在媒體面前 參與公共事務 譬如說金正恩去哪裡視察 都帶著他 那麼意味著金正恩就是想要 把金珠愛培養成北韓的接班人 不過你再仔細看 還有一個亮點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金正恩跟這個二女兒 金珠愛還有李學祖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非常非常的像 幾乎可以說一眼就看得出 這個就是金正恩的小孩 那麼其實剛才我說到的 這個南韓的專家 他也舉例 其實過去金正恩的爸爸 金正日也不是選長子當繼承人 而是選了金正恩 這個原因大家在猜 可能就是因為金正恩最像他 所以現在金正恩選擇金珠愛來亮相 大家也在猜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二女兒跟他比較像呢 好再來 北韓的這個研究學者安燦一 他是認為現在北韓的不斷 一直透過射飛彈開炮彈 想要彰顯說 他們的核武能力炫耀軍事能力 這一次金正恩帶女兒亮相 可能也是意味著 北韓要進入第四代傳承了 那麼根據很多的報導 你會發現 北韓的體制很特殊 因為他們都很怕人身安全 或者是權力繼承 他們的每一個動作一定都有意涵的 所以金家的小孩 你看這是十歲 他才第一次被這個官媒曝光 他們在小時候呢 是不會讓他們輕易曝光的 這也是金正恩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 讓他的女兒出現 那回頭來看 那金正恩是什麼時候曝光在媒體前呢 也不是小時候 是他已經超過25歲 而且確認他就是接下來的北韓接班人 當時候才曝光的 那金正恩呢 其實今年還釋放了一個消息 在十月份的時候呢 他在這個中央學校的時候 強調核武 他首次提到後代兩個字 那高麗大學的統一外交 外交學部的一位教授南成旭 他就認為呢 這有可能是因為洲際飛彈發射成功 為了要誇耀他們對體制的自信 所以呢金正恩就讓他的女兒登場 因為呢媒體都會報導 這個宣傳效果會放到最大 還連續兩天公布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女兒的照片 看見火箭發射成功 金正恩開心的笑著 女兒穿著白色的外套綁著馬尾 在一旁面露微笑 看起來氣氛相當融洽 另一張則是金正恩從背後環抱著女兒 一起看著監視器的畫面 還有金正恩抬頭看著飛彈射向天空 女兒則是背對著似乎眼神被什麼給吸引 北韓十八號上午 施射了一枚火星17洲際飛彈 不知醒來國寶及主播李春吉報導 還公開了更多金正恩女兒的照片 外媒推測她是金正恩的二女兒 今年九歲的金正恩 金正恩視察火箭發射場時 妻子李學主和女兒站在一塊 和高官們一同聆聽 原本前一天新聞的結尾是金正恩拍完團體照後 被眾多士兵包圍接受喝彩的畫面 但是隔一天變成金正恩和妻女站在一起 身後的北韓士兵們高舉著雙手歡呼 外界分析金正恩讓家人一起去看火箭發射 是想對國民傳遞開發火星17等核武 是可以保障下一代人的安全 北韓自誇擁有地表最強的飛彈 表示這次發射的火星17 最高高度六千零四十公里 飛行距離九百九十九公里 飛行一個小時九分鐘左右 掉在東海海上 因應北韓的威脅 韓美十九號 再度緊急展開聯合空中訓練 美國派出戰略轟炸機B1B 充滿濃厚的警告意味 記者綜合報導 那北韓發射了火星17的洲際彈道導彈 這個導彈掉到了日本的經濟海域 飛行大概一千公里 如果說以正常角度發射的話 這個打擊的範圍可能可以覆蓋美國全境 現在G7的外長就呼籲 聯合國安理會應該有重大措施 難道又要對北韓進行制裁了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譴責北韓 怎麼可以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呢 另外對上了北韓的外交部長崔善基 他就回應 對於聯合國這樣說 北韓覺得深感遺憾 那崔善基是認為說 聯合國秘書長你這一番話是不是違反了 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原則 忘記了對待所有問題的公平性客觀性呢 他說你這個態度讓人家覺得很心慌 所以他覺得很遺憾 他認為說美國不斷的挑釁 但是聯合國秘書長反而給北韓 扣了挑釁的帽子 他覺得很詫異 他說這也證明了 聯合國秘書長就是美國的傀儡 你認同崔善基的說法嗎 你覺得聯合國秘書長是美國的傀儡嗎 聊天室我們來做個互動 你覺得是美國的傀儡 你幫我加一 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 幫我減一 那麼再來我們繼續聽下去 在北韓的外交部長崔善基 他認為美國如果不想見到災難性的後果 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聽到呢 哪一個國家兩個大國之間 有了一些衝突啊 那美國就會開始制裁 包含了現在歐洲戰爭的關係 所以美國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制裁俄羅斯 和拉邦結派找了歐洲的國家 一起來制裁 還有北約的國家等等的 但是這些被制裁的國家 最後的下場如何呢 好我們帶大家來看 中國大陸最近展開走出去迎進來 這個全方位的外交出擊 習近平呢在經過了這個G20啊 還有APEC之後呢 回到了北京 大陸今天又有一個重大官宣 就是呢 古巴的國家主席 確定呢在11月24號要到中國去 進行國事訪問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古巴它的這個重要性是什麼呢 古巴首先呢 它在中美洲加勒比海 很多時候大家都說 中美洲呢是美國的後花園 但是現在真的還是後花園嗎 在美國經濟封鎖了60年之後 在今年就11月3號不久前呢 其實聯合國開了一場大會 第77屆的聯合國大會 當時候呢就有一個大逆轉 185票贊成 兩票反對兩票棄權 壓倒性的通過 要求美國應該要終止對古巴的經濟 商業跟金融封鎖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了 你看吧 聯合國大家都已經認為 你應該要終止封鎖囉 美方是不是應該要認真 請聽正義的聲音 立即終止對古巴的封鎖呢 也不要再站在國際社會的對立面了 那趙立堅同時也提到了 中國跟古巴呢是好朋友 好同志好兄弟 同時他也認為呢 美方啊一向以人權位置自居喔 好像就是世界的老大哥 卻不斷的親手製造人權的災難跟悲劇 他說呢 美方啊在維護的根本不是人權 而是徹頭徹尾的這個叫做霸權 那首先呢 古巴訪中之前 先出訪了一個國家 俄羅斯 美國都看在眼裡 古巴的國家主席 米格爾迪亞斯 他抵達莫斯科 進行國式訪問 那麼根據安排的話 他應該是會跟普丁見面的 這也是古巴的這個領導人呢 2019年以來首次訪俄 那麼按照計畫呢 這一位主席見了普丁 可能會談能源危機 還有更多跟俄羅斯之間的 一些經貿交易喔 那我們先來看教授怎麼分析呢 聖彼得堡的國立大學教授 維科拓海費茨 他說呢 這古巴國家主席啊 對莫斯科的訪問呢 其實就算什麼都沒談成 也有象徵性的意義 他說呢 這因為啊 現在尷尬的是 很多國家是拒絕 跟俄羅斯溝通往來的 甚至呢 連俄羅斯便宜的天然氣石油都不買 但是古巴這一番 舉動已經表明了 他們做好準備啦 我隨時可以跟俄羅斯展開對話 那海費茨就認為了 這兩國可能先談的是經濟 比如說呢鐵路啦 汽車生產等等 那麼外交學院有一位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教授 李海東他認為 古巴此行其實呢 也可以提升這位主席在國際事務當中的影響力 怎麼說呢 美國的全國廣播公司NBC呢 之前就有個報導 其實啊 古巴這幾年很慘 為什麼慘呢 因為 美國對他們進行制裁 很多方面的封鎖 那最近啊 因為疫情 然後255戰爭 其實古巴面臨能源危機 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這十年來呢 古巴他們一直要依賴外國的石油 沒有國外的石油就沒有能源 這就代表著你看 如果石油越貴 哇 那他們的生活壓力就更大 更重了 加上古巴非常關鍵的一個發電廠呢 在這幾年的這個延期維護中 其實也慢慢的衰退 都不太能用了 那在今年9月份 發生了一件事情 颶風1N席捲的時候呢 因為能源不足 古巴就全國停電了 當時候古巴就已經告訴美國總統拜登說 你要對我們放鬆制裁 美國你們不要再阻礙我們災後的恢復 但美國有沒有聽呢 美國有伸出援手嗎 最後是靠俄羅斯的石油 來幫忙緩解這個停電的 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古巴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古巴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那俄羅斯的南聯邦國立大學 一位副教授叫做阿布羅西莫夫 他認為呢 在全球啊 疫情衝擊 美國封鎖制裁 其實就是加劇了 古巴經濟能源危機的罪魁禍首 那麼接下來呢 古巴的這位主席呢 要去訪問中國了 其實在拜習會之後 大家有感覺喔 中美關係似乎有一個稍微好轉 或者是某方面 比如說在COP27有一個默契 取得了好轉的跡象 那麼王毅就表示呢 這個元首外交等等啊 都是中美關係的指南針 那尤其是剛提到的 古巴要去訪中 其實古巴呢 在中南美洲 它是有象徵性意義的 這也代表著 美國的後花園 是不是接下來 真的 古巴向左轉 美國再次翻車 習近平與拜登握手致意長達8秒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總結這次拜習會 形容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指南針和定盤心 中方重視美方提出兩國元首在巴厘島舉行會晤的建議 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 王毅指出 這次中美元首會晤 確立了防止中美關係脫軌失控的一個大方向 要將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落到實處 中美兩國領導人在G20峰會上會晤之後 根據兩國領導人的要求 這個要求中美兩國的氣候問題特使呢 在這個沙姆沙伊赫要正式的磋商 這個如何來合作推動COP27成功 在氣候議題上 中美雙方也就氣候變遷問題討論合作機會 而在拜習會舉行之前 美軍低調穿越台海 這次的低調就是不希望在拜習會舉行前惹怒大陸 不過就在同時傳出中美防長可能會面之際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警告中國與俄羅斯正尋求一個強權及公理的世界 北京圍繞台灣的活動更是挑釁 此舉恐將引發中方的不滿 同樣大陸也將在11月24號到26號 與被視為美國後院的古巴進行會談 這場會談可能也將挑動目前建區和緩的中美關係 記者黎靜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呢 在21號抵達了印尼的首都雅加達 跟印尼的國防部長來進行一場會晤 那印尼的防長會後是表示說 印尼呢現在希望走的是中立路線 不想要跟美國結盟對大陸也是一樣的態度 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國防部長的國防部長 和印尼的國防部長 跟普拉伯沃的這個會面呢 其實對美國來說很關鍵 因為美國現在希望可以尋找 加強印太地區邦交關係 美國就表明了 他說呢 對於北京日漸增強的這個軍事力量 以及台灣有可能會有兩岸危機的隱憂 那奧斯丁就表態說 他們現在呢支持印尼要買F15戰機 他說呢 買了F15一定會增加印尼以及美方的相互操作 那這也不禁讓大家覺得 美國到底是想要來推銷他們的軍務 還是真的這麼關心印尼的安全呢 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在留言板告訴我 那再來呢 美國不是到處的剛說到了 一直在制裁別的國家 受害者古巴現在已經開始轉風向了 接下來下一位是荷蘭嗎 不是每個國家都買單的 像是最近啊 美國一直在打的科技戰呢 荷蘭就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對此呢 前美 因為之前啊 美國就要求說 荷蘭你們應該要限制 對大陸出口晶片產品的施壓喔 但是呢 荷蘭的外貿部長 就是他施雷納馬赫 他在18號的時候就已經強調了 荷蘭是不會完全著 你美國叫我怎麼限制 我就這麼做 他已經很表明了 我們是不會照搬的 那麼同時呢 他說會在跟美國日本等國家磋商之後呢 才會做出自己的評估 這很明顯的 這也就像之前南韓的態度 南韓呢 就是你知道 他們也不想要得罪美國 但是呢 也很想要繼續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所以呢 南韓呢 他們就也跟美國談了一套 南韓標準 那麼現在荷蘭是不是也一樣呢 要跟美國談一套荷蘭標準 在反正結束與會之後呢 他說呢 反正我們之後跟美國日本 我們談完之後 我們再來評估 另外呢 他也提到了在相關領域呢 因為他們很尷尬 你這個90%的關鍵原材料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我是要怎麼跟中國大陸脫鉤呢 這也是從拜登政府限制 荷蘭對華晶片出口之後呢 荷蘭官員呢 就這個問題啊 首次的做出了一個公開回應 那麼彭博社的報導呢 荷蘭官員的這一番言論 其實是什麼呢 凸顯出 美國現在還在拉幫結派 美國還在說服他的盟友 加入他們自己面臨 晶片困難 晶片發展落後的重大挑戰 也就是說 美國也希望呢 扯中國大陸後腿 卡中國大陸的脖子 那這個報導說 儘管現在呢 荷蘭日本跟美國 都有很多這個安全的隱憂 但是呢 這兩個國家也把中國 視為他們非常重要的市場 我們要去看 民眾的故事 最好的公開 我們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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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看